快手快腳是來自澳洲的三歲馬 這匹馬是澳洲出生 但兩歲時曾經在紐西蘭的卡拉卡拍賣會拍賣 不過當時沒有成交道 因為不到價 20萬紐西蘭元的價錢都賣不到 快手快腳是達斯·巴馬達仙堡馬一族 這是馬香港的大族之一 今季成績比之前失息了一些 贏過馬的馬只有兩匹 金爵士和健康之星都是一些新的成員 舊成績跑了三分一個馬跪 表現一般 上季有贏過馬的邵哥兒、華卓晴、德勝多等等 暫時全部都硬硬的火 但仙堡馬一族來了香港這麼久 大部份的成績比較早熟 跑短途賽比較好 而個別長的路程都贏得到 個別也有些跑泥地賽也挺好 至於快手快腳的舞是 傳統的女兒曾經在紐西蘭贏過四場賽事 贏馬途徑是1200米到1600米 最高競賽成就在愛沙尼馬場贏過二級賽 贏過八卡錦標 其他武線家做近代成員 短途馬比較多 少數能夠贏到一里或以上 看完父母兩線 這筆快手快腳似短途馬比較多 應該都挺熟悉的馬 快手快腳來香港之前 在紐西蘭參加過三次試襲 其中一次是跑第一 兩次是跑第二 不過跑第一那次 第二名的馬暫時未上陣 第三名那匹上陣還未上到名 文家梁馬房的初出馬上季初出即勝馬有1匹 那匹是金鑽貴人 今季跑到現在為止 初出即勝馬也有一匹 那匹是古浪非凡 四喜鳥是來自澳洲的三歲馬 這匹馬在一歲 即是周歲和兩歲的時候 先後都參加過拍賣會 參加了兩次 但結果兩次都不達到賣方的要求價 收回 結果都沒有成交到 那四喜鳥是 Impending 迫在眉睫的紙字 這是馬暫時在香港比較新 得匹耀力之城跑 叫做接近過 就沒有什麼成績交出來 迫在眉睫是前澳洲馬王 白金礦 long road的紙字 服役的時候是高多分旗下的馬 曾經在澳洲贏過五場賽事 由1100米到1500米 最高競賽成就贏過一級賽 在2017年的時候 在昆士蘭的冬季嘉年華賽旗 就贏過斯德布克錦標 至於四喜鳥的武 是Sebring的女兒 服役的時候在南澳洲跑的馬 贏過四場賽事 贏馬途程是1550米和1600米 武線家族的近代成員 差不多大部分初期都是跑短途開始 跑下去有些就贏到中距離賽 但有些就更厲害 贏到2000米或以上 所以看了父母兩線 這批四喜鳥 初期就跑短途開始 因為父母兩線都是這樣的形態 跑下去要增程 去到1400米、1600米途程的賽事 很大機會被短途更適合發揮 四喜鳥來香港之前 在澳洲的昆士蘭 黃金海岸馬場 曾經參加過兩次試襲 一次是跑第一 一次是跑第三 跑第一次跟他一起試襲的第二、第三名馬 第二名那匹之後在當地贏了馬 第三名那匹暫時曾經上過陣 還未上過名 黎超星今季來到香港新開倉 暫時有一匹初出即勝馬 那匹是超威力 初出上到名的馬也有一匹 那匹就是飛行棋 滿寬少的兩歲身價是四萬紐西蘭園 這匹是來自紐西蘭的三歲馬 他的父系就是SWISS ACE SWISS ACE這匹馬 香港作賽都很長時間 大家相信都很熟 大部分的成員早熟 跑短途賽好些 今季這匹馬有補城致勝 發財好事和退役的勝德威風 贏過馬 幾匹馬都總是贏短途賽 至於滿寬少的母系 Genio Niedema是力登將軍的女兒 曾認識來的肯德百里馬場 贏過一場千二米賽事 母線家族的近代成員 看上去大部分都很受他本身的父系影響 如果他的父系跑長路程的話 就贏到長途 但如果他的父系短途馬 就會贏短路程的賽事 所以看回滿寬少 因為負線是SWISS ACE 看來這匹馬的性能 有可能是捱向短途的機會比較大 會很早熟的馬 滿寬少來香港之前 雖然他在紐西蘭出生 但他在澳洲進行基礎訓練 曾經在昆士蘭參加過兩次試襲 其中一次是跑第三 跑第三那次同組的第一 第二名馬 第一名那一匹未贏馬 上了名 但第二名那一匹 在布里斯本的東濱馬場 贏過一場賽事 鄭俊偉馬房的初出馬 近季表現一般 由上季到現在為止 暫時未見到鄭俊偉馬房的初出馬 是贏馬或上到名的 《前途光明》是來自紐西蘭的四歲馬 這匹馬在周歲時曾經參加過 紐西蘭的卡拉卡拍賣會 不過當時叫價不到 賣方不滿意收回 紐西蘭元也賣不出 《前途光明》是Secreted Force 聖靈瀑布的指示 這些馬來香港不算太長時間 不過也不會再有太多後來者 因為聖靈瀑布已經離開了 今季這系馬 奸斗雲就贏過馬 高班的速帝騎兵 去到近來都沒有什麼進步 暫時停留了一個位置 不過也算在最高班次 其他成員 新威王 滿風雲 登膽王子等等 今季暫時沒有成績交出 聖靈瀑布自己是Orily的指示 服役時厲害 唐家士達一里賽冠軍 而且在2013年的時候 也贏過紐西蘭2000堅尼大賽 大約早10年8年的紐西蘭澳洲的一里王 至於前途光明的帽子 Pince的女兒 曾在紐西蘭贏過五場賽事 贏1200米、1400米 是一場南島的三級賽上的名字 武線家族的其他成員 雖然短途馬多一點 但有不少的成員 能夠贏到上一里或二以上 這個武線家族裡 近代有一匹叫Skybill 天美曾經是墨爾本輩的貴軍 贏過一屆跑第一名那匹是神聖 看了父母兩線 前途光明 性能應該邀向短途多一點 但未必是純短途馬 初期跑到1000、12米開始 跑下去有些機會需要增程 1400米、一里圖整的賽事 有可能更適合發揮 前途光明來香港之前 在紐西蘭南島訓練的馬 曾經參加過四次試集 贏了其中兩次 還有一次跑第三 贏試集那兩次 同組都有馬已經贏了馬 那些第二第三名馬是有馬 贏了馬 丁冠豪馬房上季初出即勝馬 有一匹 那匹是聚風雲 但今季跑到現在為止 暫時未有丁冠豪馬房的初出馬 贏馬或者上到名 告訴你 是在澳洲出生的四歲馬 這匹馬雖然在澳洲出生 但在2020年 參加過在紐西蘭方面舉行的 卡拉卡周歲馬拍賣會 不過當時售價不太理想 到75000美元的時候 沒有辦法成交到 收回的 話你知的符號是 Turn Me Loose 讓我高飛 這是馬 暫時在香港比較新的 服役了一兩季 贏過馬的成員 有 年年封勝 今季贏了馬 最近上陣的匹力神龍 第二次上陣跑得不錯 可以入到Q 另外還有聚風雲 這陣子都贏過馬的馬 讓我高飛自己 這是Ivra的指字 服役的時候 轉梳紐西蘭和澳洲兩邊作賽 在紐西蘭先贏了2000堅尼大賽 先是2014年那一屆 去到2015年 轉戰澳洲成績相當好 在費明頓馬場 贏了阿聯酋錦標 令到考飛得馬場 也贏了未來錦標 都是多項一級賽的得主 至於華里茲的母線方面 這匹馬本身有一匹同母兄長在香港服役 結彩繽紛 來到香港就贏過一場沙田2000米的賽事 但實際上 他在澳洲是1200米的 其他母線家族的近代成員 其實都是這樣的 多數都是短途跑起 跑一下轉戰中距離賽 甚至更長路程的賽事 這個可能和華里茲的母線家族方面 很多的成員都是美國馬 所謂跑短途夠足道 跑一下又可以加成 泥地賽性能也不錯 看完父母兩線 華里茲看來會是這樣的 初期跑短途開始慢慢跑上去 跑到1600米 甚至更長路程的賽事 應該是更適合發揮的 華里茲來香港之前 在紐西蘭參加過一次試襲 試襲一次就贏了 跟他一起試的第二第三名馬 第二名那匹在紐西蘭暫時未上過名 第三名那匹在紐西蘭當地贏了馬 放家拍馬房的初出馬 上季初出即食馬有三匹 他們就是喜旺區 上上有餘 神彩勇士 今季跑到現在為止 初出即食馬都有兩匹 他們就是超能勇士 和川河首區 精彩動力的周遂身價很高 110萬奧元 很貴身價的馬 這匹是來自澳洲的四歲馬 他的副是Deep Impact大震撼 前日本三官馬王 這是馬逛有馬來過香港服役的 不過就不算很成功 只有兩三匹 贏過馬的馬 只有一匹就是退足役的輕滑 大震撼自己日前日本三官王 又是2005年那一年 贏了日本的高月賞 即是二千堅年大賽 贏了打比大賽 然後贏了菊花賞 開到2006年的時候 就贏了日本的春季天皇賞 寶寵紀念賽 日本杯和有馬紀念賽 差不多是全日本最高榮譽的賽事 他贏過了 自己精彩動力的武器 曾經是南非服役的馬 贏過四場賽事 贏馬屠程值介乎 1160位到1600位 在南非贏過一級賽 武線家做過近代成員 中距離馬 長路程的馬多些 但是有不少的成員 初上陣的時候 短途賽都贏得到 看完父母兩線 一筆精彩動力 看起來就不像短途馬 跑到中距離賽 甚至去到長途賽 估計黏六到二千米途程的賽事 會最適合他發揮 精彩動力來香港之前 在澳洲上陣八次贏了兩場頭馬 兩次贏馬 要是一次在右轉賽路的賽事 在紐卡素馬場贏 另一次在巧菲爾德馬場贏 就是左轉賽道的賽事 換言之左右轉賽道的賽事 他都贏過 贏馬屠程是千五米和二千米 直路賽 交沙地賽 他都未跑過 放家拍馬房的初出馬 上季初出職聖馬有三匹 他們就是喜旺區 上上有餘 和神彩勇士 今季跑到現在為止 初出職聖馬有兩匹 他們就是超能勇士 和川河首區 精彩動力 2022年5月7日 在澳洲麥爾本的巧菲爾德馬場 贏了一場二千米的三碎馬羊榜賽 這場賽事是當地 第七次上陣第二次行馬 當時的騎士是麥利奧 其實這匹馬對上那匠 剛剛參加完色尼打比大賽 當時是跑尾三 但這場就不同了 降班出戰 對手的能力都不同了 早段就跟在前面走 入到直路之後 在外國當中一拿出來 200米出頭之後就無敵手了 這場賽事的第二名馬其實都不錯 因為之後逆將賽出 在南澳洲就贏了三級賽 兼甲去到現在已經贏了兩場頭馬 雖然第三名那匹之後 跑過兩仗都不上名 但是這場賽事 精彩毒力贏得上來又有餘力 日日美麗是來自愛爾蘭的四歲馬 這匹馬在周歲的時候 曾經參加過兩次拍賣 第一次新價是一萬歐元 去到第二次其實是同一年 第一次是二月 第二次是九月 那次是二萬五千英鎊 新價上漲了一點 日日美麗是馬密士的子字 那些是馬有線道之聲 在香港服役中 就贏了馬 有一匹新一些成員 就是神虎龍驅 暫時沒有成績交出來 另一匹有何不可 在香港贏過馬大 已經退役了 馬密士自己是勝利學彩的子字 服役的時候在歐洲 很早熟的馬 兩歲的時候就贏了四場馬 贏馬途程是一千米和一千二米 最高競賽成就是贏過二級賽 贏過兩行 但是也是一級賽上名的 在英國中央官錦標上名的馬 暫時是馬看 短途比較適合跑 長些路程的馬暫時還未見到 日日美麗的母系 曾經在法國上陣的馬 贏過2450米的長途賽 但沒有線家族的其他成員 很少贏到這麼長 多數是短途馬、中距離馬 間中有匹贏到1800米 不過他們交沙地賽的性能是不錯的 先看父母兩線 這匹日日美麗看來是初期跑短途開始的馬 跑下去就有可能要逐步加程 1400米、1600米途程的賽事 有可能都一樣適合發揮 日日美麗來香港之前 在愛爾蘭上陣兩次 上陣兩次都贏到馬 兩次贏馬都是在卻拉馬場的直路賽 兩次都是跑草地的 右轉賽道的賽事和交沙地賽 他就未跑過 蔡約翰馬房的初出馬 上季初出即聖馬有兩匹 他們就是偏偏君子和魅力寶駛 今季跑到現在為止 初出即聖馬都有兩匹 他們就是魅力之遇和永遠美麗 初出上島名的馬有三匹 他們就是水晶酒杯、的愛心和金池 特別美麗的周歲身價是55000澳元 這匹來自澳洲的三歲馬 附系是Smart Missou智能導彈 這匹來自香港的大族 今季這匹成績都可以 三匹成員贏過馬 不過是中下班次的馬 勁進編編 電訊飛彈和非凡魅力 這匹來自香港都很長時間 大部份成員比較早熟 跑短途賽比較好些 但發展到現在 有不少成員贏到中距離賽 甚至更長途程的賽事都贏到 至於特別美麗的武 士兵的女兒沒有上陣 武線家族的近代成員 雖然大部份初期跑短途開始的時候 都贏到馬或者上到名 但原來亦有不少成員成長之後 要跑到1400、1600甚至1800米 是更好的 贏馬的馬都挺多的 所以看了父母兩線 為何特別美麗 看來是屬於逐步加程的馬 初期跑短途開始 跑到1400、1600米途程的賽事 有可能更合他發揮 特別美麗來香港之前 在澳洲廢明頓馬場 在麥爾本上一次 那場賽事就跑第二 是1400米途程的賽事 右轉賽道的賽事 直路賽、膠沙地賽 全部都未跑過 羅富全馬房的初出馬 上季初出即勝馬有1匹 那匹是會贏 今季跑到現在為止 雖然暫時未有初出即勝馬 但初出上到名的馬有3匹 他們就是英雄豪邁 日日有和彩虹千里 特別美麗 2022年去年4月25日 在澳洲麥爾本的輝明頓馬場 參加過一場1400米賽事 這場賽事是當地唯一一次上陣 所以沒有其他片段看到 早段的時候 這匹馬就留在內欄的位置 中游位置左右 入直路後 慢慢移出外檔 找到位置到300米處 他就看了空 前面那匹馬都帶掉 結果追到終點的時候 追剩四分三馬位 其實都算不錯 因為之後第一名那匹馬 在滿利谷營了2級賽的史特錦標 原來是2級賽得主 只是同場第三名的馬 暫時未再上陣